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柯文哲的问题 就是现在检方没有拿出一刀毙命的证据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三日游 为什么我要讲三日游 我希望民众党 这些小草们三四百个小草们 不要在台北地院的门口 搞个三日游 所谓三日游就是8月30号 8月31号 9月1号 你不要搞个三日游的抗议 因为最近台北天气很热 那三四百个人 在台北地院的门口 其实坦白来讲人数不多了 我们过去曾经在台湾为司法送中 搞了三四万人 包围了所谓的司法大厦 那现在你 现在你是三日游 况且这些小草 你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南部 北部的道不多 因为我们最近也问了 就是我家项子口 过去就是 就是柯P的 他是柯文哲什么后援会的会长 就在我家项子口 那我曾经去问过他 你对柯文哲这个看法怎么样 我说你有没有动员 他是跟我讲没有动员 他说没有动员 那我问他 我说你是柯文哲的大中小 为什么没有动员 我说你相不相信柯文哲 会拿钱 他说他虽然不相信 但是柯文哲的柯一切的做回 事实上是非常的奇怪 所以他没有动员 我说北部有没有动员 他说中央党部有 他们没有 他说中南部的也有 本来呢 他约我去昨天晚上 他本来昨天晚上约我去 台北地医院去看看 因为我家距离台北地医院 搭地铁的话 搭地铁的话 是六站那就到 差不多12分钟那就到 因为出了地铁站 刚刚好就是他们的抗疫区 我说那我不去 我说那我希望这些小草 不要来台北搞三日游 所谓三日游就是三日抗争 因为人数实在是太少 当然这也是一份心力 然而你小草 抗疫要保 苛批 我们现在来看看 那我不是批评民众党 你民众党 你巴西的不分区 再加上中央党部 的这些人 你再加上 好 你再加上你号召的群众 应该不止此数吧 柯文哲也拿了367万票 我说 你要抗疫 就是要搞到声势浩大 引起大家的注意 而不是在门口群起呐喊 我说你们究竟是抗疫还是保护柯文哲 还是接柯文哲回家 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所以我跟他们讲 你们不要去争辩 所谓170万 财产来源不明 因为你讲不清楚 你根本讲不清楚 你必须你要讲 这170万 是什么时候 进我的账户 然后这170万 我是怎么样 用ATM的转账的方式 等等那些 这个你要讲得非常清楚 大家才会相信 不然的话 你现在跟减连掉是各说各话 那你个人保证 我们绝对没有A钱 我说哪一个拿钱的人 会说他拿钱 我说这是一个 我说第二个 你要抗争 你就把态势摆出来 那这种态势摆出来就有两个 第一个你巴西立委 全部都到台北地缘 那还有除了这巴西立委之外 你中央党部的这些人 你要跟小草在一起 而不是说所谓的三三两两 那他们说 我们要经过讨论 我说那你讨论个 我说那你讨论个什么 现在民众党已经面临到了 灭党灭顶的危机 你讨论什么 灭党灭门 还有灭顶 我说民众党现在的水 已经淹到了嘴巴这个地方 快到鼻腔了 进入鼻腔你必死无疑 所以我说你们应该 巴西立委就是站在所谓台北地缘 在那边开中常会也好 中职会也好 中央委员会也好 你巴西跟党中央的人就要到 我说你为了证明民众党 他不是一人政党 你们就要开始准备应变善后 推举一个强额有力的代理党主席 长期跟民进党抗争 我说民进党在这一方面是很有经验的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让小草到台北来三日游 到了最后一听到鸡鸭拍拍屁股 统统回家了 我说最好的方式就跟他抗争到底 我说对付民进党没有其他方式了 你可以冲你也可以做 但是不能够进入到台北地缘 你可以冲你也可以做 那事实上 民进党要修理科文责已经不止一天了 只不过这次让他逮到机会 逮到机会就是算你的命不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民众党在这个时候 如何维持有效而持续的抗争 这个才是保护科文责之道 事实上跟他讲法律 事实上跟他讲其他的 坦白说我不相信台北地方法院 或者是这些检察官不听上面的指示 因为有一些我们通通交过手 我们通通交过手 36场官司打了下来 这些人每打一场 大家彼此都认识 台湾的检察官各位可以告诉你 台湾徒利罪的定罪率大概三成以下 但是行贿罪跟贪污罪比例是蛮高的 大概也有六成多 所以他不会用徒利罪 我说徒利罪只是一个幌子 各位去看我过去讲的视频 我通通都讲徒利罪是个幌子 真正来讲的话是行贿 行贿收贿罪 这才是重罪 这才是赖清德药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科文责的问题 就是现在检方没有拿出一刀毙命的证据 那下午开击压亭看他会拿出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我们就了解 他究竟是想要凶入科文责 把玩科文责 还是真正想要关押科文责 不信给你们记得 我们现在赖了 啊 我们先来看 在帮助 我们先来看 到第二个小时 我们先走 我们先走